灾意市社区大学自然农法班 致力推广不用化肥与农药的自然农法 创立16年至今有154位学员 大多为退休族引法族群 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呈现出来 然后跟社会跟同学分享 我们会经常举办一些我们的一些活动 包括我们的养生 还有我们栽培技术什么的 经过16年我们已经发展到 除了种菜种花 还有一些粮食咒物 还有包括现在是注重到养生美食 所以我们这个班是变成一个热火平台 嘉义社大自然农法分享班 前阵子因为本土疫情严峻而停课 复课后的19日上午 邀请创办学员吴小竹来分享 他因使用印尼传统的黄豆发酵食品添备 改善了自身多年来无法躺着睡觉的困扰 便开始推广给更多人 它是有基黄豆下去发酵的 我们是用蒸的 而且我们经过二次的发酵 做天背的时候 黄豆要发酵 会用到环保酵素加水 让它发酵48个小数 天背多油黄豆制成 不仅富含蛋白质 并在发酵后含有动物性食品 才有的维生素B12 吴小竹将天背变化出各种美味佳肴 希望让更多人认识这异国养生食品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金周 台湾嘉义报道